所以赖兴德上台以后极有可能连澎湖群岛他都丢 连澎湖群岛的水鱼他都丢 这个是最后一块 就是蔡英文上台的四丢再加上赖兴德的五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金门214事件 这一场不幸的意外事件 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关注 也引起了海峡两岸的炸锅 我们先来谈214事件 它造成的后果 它造成的后果 在蔡英文任内应该是四丢 所谓的四丢 就是蔡英文执政的八年期间内 丢台海中线 又丢台湾的西南空域 又丢东部水域 又丢金马水域 那这四丢的结果 使台湾的安全环境 陷入了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 我先说台海中线好了 台海中线从裴洛西老太太来了以后 就引进不存在 那其次 过去台湾非常强调的 西南的航道 西南的航线 然后像包含通过巴士海峡的 也被中国大陆涂穿 本来最安全的东部水域 一度逼近了差不多20海里 就是本来平静湖泊的太平洋 台湾的后山 台湾最后的一个基地 也被涂穿 被大陆的解放军完全涂穿 这个三个已经丢掉 已经丢定了 他也不敢有剧烈的反应 那现在214事件以后 就变成了四丢了 金马水域 中国大陆不存在 不承认所谓的限制性水域 或者禁止 禁止性的水域 通通不存在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已经就金马的水道 或者金马的限制性水域 或者是禁止性水域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都一一出现 这种情况过去是非常罕见 因为各位要理解到 台湾划设的这一些禁止性水域 完完全全都是台湾主动划设 并未征求中国大陆的意见 那中国大陆是基于改善两岸关系 加汇两岸同胞 所以他也不去挑战这个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一旦大陆打破了默契 过去我以默契的方式 那我就是说在这一片水域里面 我跟台湾共同执法 但是也不进入台湾 所谓的限制性水域 台湾限制性的水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讲不合理呢 比例叫做2比1 就是台湾划这个水域的时候 台湾2中国大陆1 那中国大陆 为了维持这个默契 那过去也是争一之言 闭一之言 但是发生了金门2一是沉船事件 造成两人受伤 两人溺毙以后 一切全部改观了 这个现在变成了台湾四丢 就是两岸关系 从过去发展到现在 各位可以看看 将近30年来 将近30年来 本来应该是平静无波的 但是因为蔡英文上台以后 他所实施的各项的政策 尤其是两岸的政策 我一再讲 蔡英文根本没有所谓的两岸政策 只有美国政策 那他现在四丢了 那变成了第五丢 丢什么地方 各位想想看 难不成 当他跨越台海中线的时候 再挑战 红圃群岛 所以赖清德上台以后 极有可能连澎湖群岛他都丢 连澎湖群岛的水域他都丢 这个是最后一块 就是蔡英文上台的四丢 再加上赖清德的五丢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因为都已经突破了西南航线 跟东部太平洋 也突破了海峡中线 也突破了金马的水域 还有包含东沙岛 那未来在这一些地方 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 应该是不可预测 所谓擦枪走火 就是不经意的事件 就跟这次金门的 214沉船事件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上台后 搞不好这五丢的地方 下一个就是同土水域 那从这里开始 台湾的周边水域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应该不会平静无泊了 所以金门的214事件 如果台湾不审慎处理 留下的后遗症 就是赖清德的五丢 毕竟这个是赖清德 他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这次214的沉船事件 台湾处理的荒腔手板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真相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他的后果那是什么 他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台湾 五丢 所有门户都开 显然 从蔡英文到赖清德 很多人讲 中国大陆用什么 灰色执法抵呆 很多人讲说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对于台海和平 他是主动的挑衅者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等你发生事件 你又不好好处理 又没有事实真相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当然要一个公道 况且这个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件 那台湾如果不审慎处理 未来继金马水域丢失之后 那第五个水域就是澎湖群岛的水域 这也就是说蔡英文的四丢 你赖清德的五丢的话 两岸关系只会螺旋上升 只会螺旋上升 这种螺旋上升显然 对台湾来讲不是件好事 不宽洛群岛的水域 有关系统上升